枪术 是我们现在竞技武术的比赛当中 避设的一个项目 那么枪呢也是在中国传统武术当中 是使用和演出最多的器械之一 拳宴当中呢也有这个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说法 那就是说偏近东部的地区 偏近沿海的地区 使用枪演练枪术 这样的民间的拳师和拳手 以及这样专业队伍呢也确实比较多 那么我们看到也在我们国的西北啊 确实它使用棍树 拳练棍树的这个运动人它比较多 营设部份桑树的选手它比较多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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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著名的武術大神 擁有少林拳和太極拳 被稱為是少林和太極拳的發洩地 由此產生了很多喜歡武術 演練武術 而且在武術方面很有造詣的拳師和拳手 河南武術隊的特點 很多體現出了少林拳術的特點 他得了9.8 他得了9.8